我在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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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个摩托 看着波浪 钱人多了 准备说了 我在屁线 我在屁线 起个摩托 我在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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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个摩托 看着波浪 钱人多了 准备说了 在屁线 我叫林狗 我在 主要负责艺人的 和内容相关的事情 今天我们在给马斯威拍摄 他第二张个人专期 其中一首单曲的新MV 叫做豆瓣江 这首歌大概讲的就是 从没有人相信他到现在 他成为了皮线的骄傲 甚至中国喜爱圈的骄傲 然后其实我一直都是觉得 他对创意这块 他是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输入的 就是很多艺人可能会觉得 你们给我安排好创意 然后我来拍就可以了 但是马斯威 他其实一直都是需要 在一个决策的一个团体里面的 他自己会对这些做一些把关 就是我第一次拍MV 然后找跳舞 你看我们一块 感觉还挺小的 感觉还挺小的 这里是中国 来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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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我的制作人做了豆瓣江的 你制作的豆瓣江 对吗? 对 对 很厉害的一个 很厉害的 他才21岁 OK OK 拜拜 我做了我的事 来中国 你有机会 祝福 祝福 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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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学校男孩KK 你可以叫我KK 或者叫我RK 马斯维 我们都在读初中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学校的 然后他比我大了两季 我看到他穿了一条 挺oversize的一条裤子 是犀牛的 在操场上打篮球 然后我们到后面就 玩得越来越熟 越来越熟 然后就一直到现在 就有十多年的关系 我在成都读大学 马斯维也是我们一个大学 我那个时候也在学文生了 但是晚上的时候 七八点钟下班过后 我就会坐地铁 然后我们就会回皮线玩 很多朋友很多兄弟都是在皮线 他们不可能来成都 那个时候经济条件各方面都有限 拿纽约来形容 如果成都是纽约的话 皮线是什么布鲁克林之类 这种感觉 可以大概这样理解 最早开始RED的时候 因为我们互相都认识 我们就组织在一起 都说 那为什么不尝试一下 我们自己去做一首歌 看是个什么样 然后我们就凑钱 这凑一点 你出一点 我出一点 他出一点 然后买了一个 当时最简单的一个麦克风 这是他第一次算个演 然后在安齐那酒吧 然后这也是他 可能几十个人 但是挺有趣的 这是第一个他miss tape 那个封面 给他画的那个PEI 那个专辑 在文圣之前 对 然后那个时候出租房里面 他也是就这个样子 在做歌 对 一个很简单 一个电脑 然后一个什么 一个麦克风之类的 一个耳机 然后就在那里做歌 就很多歌都是这样就出来了 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一直都在做各种兼职 我去教过小孩画画 我去超市里卖过牙刷 然后我在711上过班 711上过班 我觉得我做这些 所有这些事情 就是让我不想去上班的一个原因 但我不想这个样子 我又不知道我有什么办法 然后那个时候 我最后一个工作 就是专缓公司 上了一个星期 然后谢地 他叫我去演出 然后给了我几千块钱 然后那个之后 反正我没钱的时候 就会有好的事情来 比如说有人找我做歌也好 或者有某个那种破广告歌之类这种 一两千块总有钱可以挣 然后我就一直这样滚起来了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 他把工作当玩 而不是把玩当成一个工作 然后这份老山道的事 就是我比较 算是 让别人认识我的一个作品 做梦 做 总是开始线转 真是故意迷新跳 想学功夫修炼先书 先征服这条山路 我在三清关里路歌 旋律和云甲坚固 看我点识成天 把黑的说成白 让身体穿过墙壁想抓我的随便来 他第一首《劳山道士》是让四川 或者国内很多人认识他 了解到就是中国的说唱 可以玩的那种感觉 old school 说唱 可以玩的很正味道 那会儿是在我家录的 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想说这首歌会怎么样 但发布之后 他睡了一觉起来之后 就发现 不管是中国说唱圈 还是什么圈 所有人都在转发这首歌了 这一段是KK唱的 应该就只有这 因为当时我觉得我一口气唱不完 然后如果我接上我自己的声音 我就觉得那算 你如果现场演的话 你有可能是让观众唱 有可能是让别人跟你唱 然后刚好KK就在我旁边 我说那你来把这一句给我唱出来 Ricky以前住的地方 这是个纹身店 是他以前住店的一个纹身店 所以反正就各种利用身边这些资源 他当时养的流浪猫 他当时的家很小 然后我们这我这Ricky 这个是TSP 我们就 虽然MV是这样拍的 但平时我们也就这样玩 当时的封面 这个也是岩石给我画的 Ricky画的 所以你看这个视频里面 也把这些人都串了起来 皮线小 就像我跟皮线玩得好的这群朋友 我们就走路就可以找到对方 就每天要的不多 更容易让人觉得安逸 也是更容易让人觉得安于现状 在成都我觉得竞争还是要稍微大一点 在皮线就随便也有口饭吃就好 就很舒适 首先皮线最出名的就是皮线豆瓣 每家每户不管你是在中国在哪里 如果你要炒到最好吃的餐 那你必须得放豆瓣 皮线人 我感觉都挺逍遥自在的内容 一到晚上什么老人小孩都会出现在各个街道 然后在公园里玩 就过得很自在 不是像其他城市那样那么匆忙 要你出生就在等待死 而我出生就在等待有一天未成功 我是被寻找的孩子 从故事一开始 我就知道我生生中之龙 当我盛看烟开始赚钱 对我现在永远的一切 我都表示感谢 就算没有月光在身上 我也能活得能能 像每天晚上就是满月 我叫杨帅 然后现在是在做一个自己的孩子 我跟马思维认识是在我们都读初二的时候 是在一个课外补习班 大家一起在补习数学课 我是属于我们县城里面那种要好一点的学生 他是属于县城里面没太好的学生 就刚好机缘巧合 在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有那么一点点想努力去读初五 一起上了补习班 刚好就在那里就碰到了 我们老师说的是 如果你觉得你困了你想睡觉 你就自己站起来 就站到后面去 你这样可以让自己不打瞌睡 也可以认真听讲 我就主动就站到后面去 然后就在后面 就在那在我的书上写的上 就在批里巴啦巴 别人以为我在背书 其实我就是在RAFT 高二的时候我记得我老师说 就给我们这些成绩不好的 就把我们家的办公室说 要不然你当兵 要不然你就去学议题 他说你必须选一个 我突然想上 我说那我就画画了算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跑去外面 找了个画画的那种机构 就是觉得我肯定考不到大学 我通过这个方法 我可能还能上大学 但为什么想上大学 就是因为我想再给我几年时间玩 我没有想过我要有什么 大的作为什么之类的 我就想这样自由自在了 我看你跟我去 你猜没搞头了 时间地点了 老地方老规矩 十点见十点 这个猪头会不会太早 不然你要几点 十点十分啊 好啊不见不散啊 好啊 我们就是这个样子过来的 你在这条街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 你在那条街马上就传过去了 如果今天他这个车在这 把我的车挂到了 马上我妈就知道了 哈哈 回回回回 往�로打 回回回回 没有 现在的这种感觉就是 在生活中 我除了是在踢球的时候 是完全能够快乐的 其他的时候就是没有这么纯粹的时候 就现在很难找这种感觉 所以说我就是有空有时间都会去踢球 就是想在现在就是不容易的生活中 去寻找那一份最单纯简单的那份快乐 那个时候二年级吧 然后就从四川去北京 然后专业的足球俱乐部学这个足球 当时是我第一个人生的一个梦想 就是成为一名职业的足球运动员 然后下一步就是希望能够披上国家队的战袍 然后为国出战一直幻想这个画面 但是后来因为就是伤病的原因 然后就确实也不能够再追寻职业足球运动员这条路 所以说后来就回到家里念书这样子 我一开始不想跟他玩 我觉得他太小了 马施马的 然后后来我跟他结束之后 我发现他是非常机灵的一个人 我们这帮人里面能活跃气氛 那同样还有一个共性就是大家都很贪玩 大家都比较野 比较贪玩 对 比较不喜欢服从 服从教育 服从那种规定吧 就是这种 对 我们那个时候都没钱 就是可能生活费一个星期可能就 两三百 三四百这样 然后大家可能交通工具啊 要不然地铁 要不然公交 我们那时候去酒吧玩啊 或者说他回家啊 来学校啊 有的时候会跟他有的时候会同路 然后路程很长 然后坐那个公交车的话 可能中间可能还要转 305他可能会做一个很长的时间 他在那段时间的话 可能就会自己有一个小小连P3 然后他那个时候就会里面有各种伴奏 他就会在车上写很多东西 我就是从皮县去成都 我那个时候在成都上大学 那个时候地铁还没有好 然后也没有滴滴那些 而且坐滴滴也太贵了 就坐公交车 我记得我要转两趟 我从家门口 东大街那个站 坐305先坐到成都的西边 然后每次上车 因为我从皮县坐 也是人不会太多 我就会喜欢挤到最后面的那个位置去 在这个公交车上 我度过了很多时间 因为总是在两边这样跑 然后走上公交车 虽然公交车上面 什么形形色色的人都有 当然大部分是 条件不太好了才坐公交车 但是我上去我还是觉得 我们都牛逼 我们最帅 我们都是很酷的一群 然后就坐在最后 然后我就整个那一年状态都是 在外面到处跑到处玩 然后我虽然没找家里要钱 但我妈就觉得 你这样不好吗 你这样感觉你没有未来 或者什么之类的 但我不担心 我说反正我没找你拿钱 我就我爱干嘛干嘛 我离家出走之后 才是我真正的就是 步入我这个职业生涯 我觉得 这是22岁 他住朋友家 也是鸡汉交铺 他家里面也根本就不支持他做这个 不太管他 他也不会管家里去要支援什么的 因为他知道没有用 他知道这些还是要靠自己 他就认定了这条路 我就从那开始对他有了改观 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会怎么样 但我选择离家出走 我是真的走了 我不是说 我今天耍个脾气 我明天要回来 我就是像广告里说的那样 混不好我就不回来了 我无所谓 我就要去做这个事情 我不管你们了 就那个时候开始我才 感觉是真的是用心在做歌了 以前就还是过得太舒适了 虽然没什么钱 但是你有爸爸妈妈 你有地方睡 然后有朋友跟你一块玩 然后我当真的离家出的 把自己逼到那一步的时候 发现我如果不把这个做好 我没有钱 我不把这个做好 我没有未来 然后你又想跟这个竞争 跟那个人竞争 如果你不把这个东西做好的话 这是你唯一一个能够 你现在能做好的东西 你让我去跟别人打篮球 我打不赢别人 你让我去我以前喜欢画画 你让我去跟别人画画 我也画不赢别人 我觉得现在这个是我 我已经做了这么久了 我听了那么多歌 我吸收了那么多东西 这是我唯一的优势 唯一的强项 而且我是喜欢的 所以我觉得那 我就必须把这个延续下去 做下去 Rule number one Always remember Who you are Where you from Must way Why can you dance 什么叫下一个登记 你觉得似曾像是 却人没见过的东西 通知这个游戏 用了我三成的公里 你达不到的高度 只能用全都在空气 我要成为 屁线东达戒然的骄傲 Everybody love me 不搞穿能躲花哨 睡过点数包顶 老板对着我微笑 I got my red money 不是靠房门做到 在上廊东达接着我要去闯荡 我的兄弟姐妹们都把我当榜样 和妈妈吵完架 我凌晨两点离家出走 我脸上滑过雨点 独自站在十字路口 把帽子压低 I gotta go 我是个山大海发起挑战的水手 就算我的口袋里什么都没有 遇到近大海浪 我也不会回头 我跳到我以前都不曾得到的 做到了别人都不曾做到的 骄傲的看着我受过的伤 不像针蝶 像是发光的 最硬的舌头在手牌上响着 艺术把钞票在后边上装着 Wait a month now hey 配了东南街 我还给你站起 什么叫下一个登记 你觉得似曾像是 却人没见过的东西 通知这个游戏 用了我三成的公里 你达不到的高度 其实马斯威他是一个内心非常强大的一个人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以前我记得我在他家 他奶奶那时候过世了 他奶奶对他特别好 他非常爱他奶奶 我当时你知道那时候非常调皮 就想去看笑话 就想看他哭 恶作剧的那种心态去看他 结果到他家 他就很淡定地在那画他奶奶的肖像 眼眶甚至都没有湿润 我们知道这个对他打击非常大 但是他会把它压在心里 静静地画着他奶奶的画像 他以前在学校也不是那么受欢迎 也不是说学校里的大明星大帅哥那种 但是他现在做到了万众瞩目 你可以想象他在背后付出了多少东西 这个东西他不会跟我们说的 他到头来还是跟我们嘻嘻哈 但是这个东西真的 背后付出的东西一定是非常巨大的 我们是一样层次的孩子 都是在那个层次的 那我们必须要靠自己奋斗 靠自己争取才能换来我们想要的东西 他给我们证明了可以 那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个事情 那我也能成为我想成为的那个人 我就觉得这样一群哥们 是我们彼此的财富吧 我认为啊 我的兄弟姐妹们都把我当榜样 就像我带你们去看我的皮线的那些兄弟姐妹们一样 我们因为都喜欢HIPHOP 因为都是同样类型的人 我们玩在一起 但是有的人 他有可能他不能像我这个样子去做这件事情 但他们都是热爱的 所以我觉得我是 我身上其实扛着了他们的梦想 我在外 特别是我在外面经历的更多的东西的时候 接触了更多的人的时候 每次我回来我就跟他们在在一块 不管把他们叫到我这个家里来玩也好 还是我皮线跟他们玩也好 都是我最放松的感觉 因为那种时候我觉得是 我不会伪装自己也不会保护自己 跟他们在一起就很舒服 所以我觉得也幸亏有他们的存在 有我皮线的这群朋友 我是因为跟他们在一块 我一直会不停的就是把我再带回到那个状态 我状态很好 我吸引力法则我吸引来的就都是好的东西 我就不会抱怨 我也不会觉得我过的苦 我过的怎么怎么样 我有签的时候我开心 我没签的时候我跟他们一起我也开心 我现在做演员嘛 也是那种大家看来不那么看好的一个工作 有风险的一个工作 但是我为什么一直坚持到现在 我都做了十年多了 那我现在也没什么名气 他给我的刺激还有鼓舞是非常大的 带给我的力量 因为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个人 能带给你这样的力量 他能做到为什么你不能 而且你以前还是他大哥 是不是 就是他告诉了我 一直坚持做一个东西 一定会做好 就算做不好也不会后悔 对 他有一句歌词写的是 来自小的地方 但我穿得很奢侈 这句话就给我挺 挺大一个能量 因为 这句话就印证到之前我说的 就不管你出生在什么地方 什么环境 只要你努力 那你就会实现你想要的东西 那你就可以去赚取你更多你以前梦寐以求的东西 他在皮箱很出名 以前学校的那些同学 街坊邻居什么的都知道他 什么奶茶店的那些都知道他 以前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小屁孩那种嘻嘻哈哈的 现在觉得他是一个这么有分量的一个人物 给他们增加了信心 是这样 对 皮箱人民不再安居乐也不再安居现状 也是可以闯出一番自己的天地的 如果给我一个机会 这么多人在看着我 我觉得我有必要 有责任要更认真的去做一个东西 然后比如说我这么多兄弟们都觉得我是做得好的 我也有责任 有必要去做一个好的榜样之类的 我从来不爱把他们在背后找个说我 那些关于我的 那些你听人家说的你在网上看到的 如果你真的想了解 你可以到皮箱来开 你可以到东南开来开 我会这样子告诉你 我会跟你讲是什么叫下一个登记 你觉得似曾像是却没见过的东西 通知这个游戏用了我三成的公里 你达不到的高度这轮游全都在空气 我要成为皮箱东南戒然的骄傲 Everybody love me 不搞穿能躲花哨 睡过点数包顶老板对着我微笑 I got my red money 不是靠房门做到 我哦 我们不过去吧 我从来跟这个不听鬼 我可以看你 你会让你打扰 我哀疯 你会哀疯